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功量,我是林梓彤 這個環節有我和Stanley 在這裡 大家好,很開心,看到大家的留言,很熱烈 但先說了我事先,果然很早 準時,今天第一隻我也是看他們說的 我也是,我也是 我先看883,然後看1024 我也是,就是857 857,是聰明,聰明 聰明,聰明,聰明 聰明,跟古臣暫時沒有死 不知道之後怎樣 算了,大家行止 德遙人處者遙人 不是,都說要學謙卑,在這個市場 對吧 現在只是184,大家都想過市升 市跌1點 18426點,昨天升得急些 但昨天成交我又不覺得很多 千多億就不算很多 不算1130多 我覺得不算很多 如果你大成交一點,感覺實在一點 國企指數現在跌,不跌1點 6587點,大事成交367億多 跟昨天差不多 我繼續看著成交的狀況 現在正在外面,不能說髒話 不可以的,是Blog 真的不可以的 不可以亂說話 快手 我都不明白它今天跌這麼多 昨天又不認識很多 因為現在做了很多公司 都公佈了6.8的數據 是 因為快手好像未公佈 又不公佈 又不知是甚麼狀況 不過為了一個解釋 但是 之前和大家有談過一件事 就是我都說,我真的不明白 整個業績之後,是OK的 但都跌了,所以我不是說Badlist Badlist的意思 不是說它很差 只不過是,對於我來說 我很寄一些固分 有這麼好的挑釋,那個業績真的OK 都不升,我就真的 不撐了 所以變成之後的時間 我都說這次我不特別 買了 所以希望大家 避了劫 撐不撐啊 我其實 始終就是它 基本面子又不是很差 是 你撐它 始終是有 好像信心 不是很大 但是那時候 其實現在 其實都是零射射 它跌得比較多 其他東西又跌得不太多 不過 這些位置撐它 我怕沒甚麼水位 好像沒甚麼水位 因為始終有業績撐著的時間 你那個 那個叫價值 不說股值 應該是價值 價值還可以的 是 好 大家早安 楊太 早安 記得看重播 今天這兩集有多清楚 看重播 所以你要 有甚麼開心的事 和你分享 Ning買了一隻857 是 隨正前買入 883 還是隨正後 我忘記了 是 是 是 857 入得漂亮 好 楊太 努力 工作等你回來 沒錯 等你回來 聊天 2、3、1、8 昨天37元買了 買了 拿著先 現在不太好 如果有一個市場 現在在炒作中突股 這個概念的時間 這些又沒甚麼 是OK的 還有大家都是圍繞著這一批 的股份 是 那也是 那也是 拿著先 有貨 現在也是 沒有特別意見 特別是這一類的股份 是 Kelvin說 很悶 悶又不是悶的 悶? 市悶 沒有所謂的 悶悶的贏OK 是 知道了 知道了 沒有所謂 如果你給我 現在買港股的 沒錯 沒錯 對 沒錯 對 157元很厲害 1024股 又不知道 會不會有兩成這麼多 對 不要這樣 有883元也很開心 對 糟了 Tony說 Cathy Wood 進入TSM 坦適邦 但昨天 TSM的股價 在2330 就是那隻 是台灣那隻 是OK的 都升得很厲害 今早就比較像 好像拉鋸 今早就不是 升幾分 1% 但是又沒有什麼 但是 這兩個時間 加起來的話 還會升很多 因為昨天升得上來 升得很厲害 所以都是 不管他 什麼事 真的不知道 都是那句 所以他業績之後 其實他的股價 表現這麼頑固 我也有些 挺奇怪 沒有 可能 看看 也有機會 研究一下 發生什麼事 那些AI股 又上了去 是啊 OK 不過昨晚美股沒有市 即我今天早上想 市場這樣拉腳 是不是跟昨晚美股 沒有什麼reference有關 應該 你說是港股 港股 純粹是指數 不是 其實跟美股的關聯性 都真的太低了 只不過 是因為現在 即昨天的時間 你真的有一些 即中特股的因素 扯上去 今天早上也是 你看到的情況就是 科技股 其實真的 不是很 你也可以說 不是什麼 焦點 即香港那些 那些 但是資金 是湧下去 857 就算好像 386 那些都有性 我想說981 和1347 都升4% 這些又不好 這些是第一次 就是 20 我又不夠膽 但是這些股份 不是 因為 有一件事 哇 1347 幅圖都很漂亮 漂亮 但是我不會博這些 就是那句 如果要買香港 要買這些股份 其實減少1 522 就安全了 其實 昨天有說 對 其實我都說不怕 袁太太問了 我都說不怕 其實你看看 昨天最低的價格 是92 現在是99 其實它已經回答 昨天跌少了很多 今天都沒事了 如果要買的話 是要買得買 我覺得買這些 就比較近半一點 嗯 911和1347 1347 其實 你看到當前的情況之下 它們有沒有加價 雖然1347說了 它加價 但是記住一件事 芯片的市場 其實是做很多 即使你入到代工也好 做很多不同種類代工 那1347和這個 這個 911 嚴格上兩者 律族的事 都有少少分別 嗯 它有一些 那些 類似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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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儲存 儲存 那些 那些 用途 那些 用途的 那些 用途 那 這個 97 又不是的 但是只不過就是 近年 因為現在那些 儲存那些 那些 需求量 即這類生片的需求量 都大了 所以變成1347 有條件加價 嗯 但是有一個情況 就出現了 有個其他情況 就是說 原先 拉遠去看看TSM 原先 TSM 現在不是加價的 是 就是有些芯片去加價 嗯 有些想法 其實都很舒服去想 它加價的時間 其實這些單 有機會 譬如有些客戶落單 有機會 有機會 就說 既然你加價 我可能會轉去給Samsung 或者轉去給其他公司 或者 都不出奇 對不對 因為你加價的時間 還要排隊 按道理 我當然要找其他 叫做一些 代工商去做 但是 現在 看到的現場就是 基本上 Samsung 是沒有接收過 任何這些單 嗯 為什麼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因為本身 你Samsung 那個 我都叫做 量率 還有你那個生產力 你及不上這個TSM 是 所以其實這一次 即使是TSM加價也好 其實它的客戶 幾乎沒有走過 嗯 所以這個反映 它那種厲害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去到 其他一些 將這件事 再代入其他公司裏面的時間 你說 這個中芯 你說有沒有條件 加價呢 其實真的沒有條件 嗯 因為本身成俗製成 已經是一個 叫做件很大的市場 那你要加都 真的都 我都不知道怎樣加 嗯 所以你也可以說 這兩隻股份 我不特別保留了 就是中芯 大家有買到美國的話 就不會建議買中芯馬紅 就算了 嗯 但是A股那些半導體 應該都是 A股 其實是很跟NVIDIA 那個股價升跌來炒的 嗯 A股的根軸有些 所以A股那邊 就真的會有一些 叫NVIDIA的概念股 概念股 因為真的NVIDIA 升的時間 它們就真的升了上去 嗯 嗯 他們現在就說 為什麼半導體股炒呢 大陸那些就是因為 昨天那個 陸家咀說的 那些什麼 新質生產力 那些很難讀 那些很難讀 對 所以就要拉 你要拉讀 如果要拉升 那些生產力的時間 就變成了 你一定是要 那些運算 出的運力 要增加 那樣東西 但是這些 真的跟NVIDIA 比了兩貫 是 所以真的不會 不會 好 857除淨前買入 OK 賺息賺價 真的厲害 283 我昨天看883 我都馬上按一按 283 是 是 這個其實是 完全是 雙負雙成 但是 阿lick 如果你買了一隻 883 還有一貫7 還有一貫7 足夠了是吧 即是他們的股價 一動的話 你真的會動 發得厲害 阿Toni 你昨天入 857好像沒有 857好像 沒有 除了啦 星期三 好像 對阿 應該之前除了正 所以應該你沒有職收 但如果你昨天入 的話 今天都OK 是吧 283 好像挺OK 阿Klevin 也有 鍾兒和牛也好 嗯 OK OK 但是 我昨天都說了 雪跑輸 只有762 是啊 1876就算了 沒有的 其實阿Klevin 你想一下 一件事 金轉歐個杯 你知道我 一場我都沒看過 為什麼呢 你的時間真的不對 你12點和3點怎麼看 今晚可能在英格蘭 今晚可能會看一下 但是 你的時間真的不對 你不對的時候 我的朋友也沒有說 是沒有人提出過 約出來看播 所以 算了 你疼了我股價不行了 PIMI 現在美國是多很多 但是現在 台幅也有點跟進 因為最主要是 現在 有一個現實情況 現在大家開始發現到 台積電的壟斷性和NVIDIA 都差不多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 有些情況上來 先看看 Smart L Hello 早安 是 OK 繼續震 1024 繼續震 好 好 1876 157 昨天才買就沒有息 沒有了 134 金金就有1347 是啊 但是金金都是小小心 它加多價 是OK的 但是 我覺得始終是 市場 競爭都真的很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賣廣角這邊 你要選一隻 1981 和1347 比的話 1347就可能好一點 1981 真的是算數 嗯嗯 講輕能車 Ricky 突然講輕能車 輕能車 什麼時候可以取代電動車 是不是 因為都說儲存問題 很久都不行 是啊 好像AQ 很多消息 不知道 我的電話是這樣響 對啊 不知道六加墜 都不關事 是啊 輕能 我們繼續講儲存問題 還有危險性 還未能掌握到 輕能儲存 那些 那些 那些電力設備 那些 1072 跟著那隻 3899 就是之前那隻 中閘安全科 那些 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你說有沒有 那些叫純輕能概念股 應該是沒有 嗯 而且因為沒有 你說長線的話 輕能車可以取代 現在的電動車 我想 沒有一定說行不行 因為 最主要是你科技的東西 可能突然之間 有些更加先進的環保的東西出來 嗯 嗯 因為沒有現在 AI的發展 很多產業突然會調出來 所以 我覺得 現在你說要找一些輕能概念股去炒的話 太早了 嗯 嗯 大陸 每天都 擔心3000 怎麼守不住 現在呢 都不用擔心 我覺得 看符真的都上去 不過現在 剛剛又升了一些 咬住咬住 最低的一個 3008 13021 3000點補 但是 深城寺 其實你看它的勢反而 都好像想穿 穿9100 嗯 看來深城寺的制度 真的都是 都是弱 不過茅台今天 很著痛於 很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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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些 嗯 是啊 也是那個邏輯問題 想不明白為什麼要 鞠躬港股 但是A股好像 不懂得動 或者不動 我都有點 理解不了 怕不怕人仔貶到735 哇 很多人怕不怕 現在 今天人仔的價格 是去到 7200 意思是 今天人仔是 年來的 今年的低位 新低 A2K 很壞 今晚L看 快多見100 沒所謂 如果快多見100 那時很旺 很旺 應該大家都有錢 賺錢 不是 那你快手 你對4% 幅圖又沒有改善 被人震走 都很正常 是 你給我 也走 是啊 所以都算 200830 不是 而且有利益 雖然是好 但是任何投資 都欺負沒有必勝 不可以側重一個板塊 一定是要很平衡的 那就是 是的 Toni覺得對 最主要是9點和12點那場 但是真的 沒有 我以往的時間 那些球賽 我都一定會訂閱 但是這次我都沒有 因為沒有 Low打來 打來一兩次 沒有下文 最主要是 他這次的玩法是怎樣 都挺壞的 我做了一個合約 就是Low 下年 不知 下年7月才到 即是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 他打來做 review 但是review 他不是送 這個 我給我看的 是 額外可能加多五個 所以可以看 我剛才說 那你叫我成年 你做一年的時間 你review這個 contract 但是你又沒有 沒有什麼offer 我從事說 叫我 可能外面收七個 你收五個 那你完全不吸引 大哥 當然不加入 但是他沒有follow 我的account 畫出他 ok 但是呢 283和2318 看幅圖 我都有少少想買的 但是 2318就頂住 50篇線我就不理他了 我都 都有那些解釋 但是283 你說有的 星其實是對他有利的 因為按道理 真的會開賽 但是 繼續開賽 但是 只不過 他的家 他的圖 現在應該叫我 有些反彈 看看是否能夠 這些都是 之前 買了贏 我輸的 阿尼就贏 在百元邊 所以看看可不可以抄功課 看一下 阿尼這段時間是黃 不過 阿尼不買了 是啊 是啊 我沒有弄傷害 早知道跟你 小心 啊 A-M-D啊 不啊 A-M-D搞不定 其實現在 狀況是 你說A-M-D和Intel 有沒有可能威脅到 威脅到這個 就是NVIDIA 和Intel現在應該出出點事 Intel好像被人家過 因為話說 之前 哪個 Intel那個額頭 他之前類似跟 他有很多東西說 他之前說自己的外公業務 好像說那個增長會很厲害 但是說上年這條數出來 是虧七十億的 今年第一季的時間虧26-25億 被一些股東類似告他 現在說英體跨大利潤的情況 所以都很煩 所以英體的估計應該都要很久 按這一陣子的時間都不用看 這件事真是很大 GE如果現價買回來會不會太高 應該又是吃過翻層味的GE買回來 他說波音CEO出席聽證會說波音很多問題 GE售後服務收入應該可以 按道理現在你說怎麼說 你說近日的幾年 你會當消息給他聽 G那邊是正面很多的 還有因為像軍事那些東西 即是武器那些 G都有份參與的一些項目 都好像都OK 你進去沒有什麼意見 說笑話 但波音就說我又不特別買 Alan有做一些功課 輕能 輕能就比較難普及 有說到輕能車的專利 很多在日本手上 如果要發展就要付專利費 還有兩個來源 其中一個不是百分百是綠能 這個真的不懂 不懂 我沒有什麼特別 或者沒有什麼興趣去研究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能源這件事 其實真的 可能要取代 傳統的那些 是 還有我真的認不住現在 你AI出現了之後 其實你有很多 一些能源的發展 會可以突破 整件事 所以現在 在醫學上 甚至有些 有些 連降方面 好像 因為AI加發了很多的研發 在個別的範疇 突然間 涵化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能源這些 輕能這一堆 其實 沒有 我覺得 最初的時間 有什麼能源 我覺得 先看著 先看著 這些 純粹 大家現在 都一個很概念性 如果你說普及的話 起碼現在 這條街道 你有沒有見到輕能車 我 應該沒有什麼見過 有出過的 輕能車 有 那它哪裏入戲 日本那裏好像有 但是 中國好像有沒有 講過 有 之前的時間 但好像沒有 算了 Dixon 多謝你 有空 禮物可言 和大家聊一聊 是啊 握緊 830-850 你太重 一個sector 也不太好 其實 多一句 很難賺盡 但是 起碼有些事情 你握緊它的時間 起碼股價萬一 短期有些波動性的時間 你都不會很擔心 如果你握得成熟 也是 這一陣的時間 其實你握不穩 你握太多的油價 有一創 你一定會被震受 你想想中海油之前 沒有試過 突然跌回3-4% 沒有試過 但是你握得多 那一刻 你的壓力不小 幅度真的很美 輕能車 不知道 但已經是否正在走 有輕鐵 之前好像是有輕鐵 香港 這些真的不懂 Polio除了999 一全切 香港這邊那些算 那一句真是算 是啊 有時候真的要 沒有 9901那些都會穿 真的差 9901那些真的差 挺交關 不過線路 講講講的時間 又跌回多了 結果科技股 美團跌1% 然後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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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內水股都真的不行 看澳門股都不行 剛剛按了 對 你說抽奧運 炒 炒這些 炒這些 那些大節日 那些 看那些節日 不能炒 即神就想玩新股 最近的新股是很能炒的 是 新股是可以玩一下抽一下 沒有壞的 但你可能純粹就少了 一手半手 對 你可能當作抽獎 這樣 那是可以的 即是有時市場轉 市場轉 市場轉 市場轉的時間 那些人可能會去抽新股 最近的 對 這牌子真的很炒 我又很容易見 如果有Amazon 都可以 Amazon 好像是 都可以 如果沒有記錯 都可以 都可以升 嗯 先看 對 都可以保持一升 但特地多玩些港股 訓練自己 為甚麼 為甚麼訓練自己 訓練自己眼光 都是 你見 Amazon 都厲害 都厲害 我沒有時間玩美股 也不是玩 我也是買來擺 最主要 其實心態都是 都是 買來擺 美股那邊 可以炒 炒的 但是 很炒 很炒 我也是買美股的 想法 總之買下去 不會買到很厲害 起碼晚上睡得很安心 不會突然 紮醒到 好像不行 這樣便可以了 這樣便足夠了 之前有個 朋友推薦我 你買 早一段 人家9點多 玩到10點便算了 炒格仔 不用了 不用了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沒有空 晚上 生存到 去哪個市場都贏 你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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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何要跟自己錢作對 剛才大家的想法 有錢賺 人家旁邊 我又覺得 在我配置上 你在不同市場 我覺得 都合理 但是 在比重上 那個 調整 白鑫生 昨年 是升得多於台積電 其實白鑫生 現在 內年都叫他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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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是 海偶 當是NPDA 這樣看 我剛才有計 和25元 其實差7% 嗯 是 是嗎 之前誰說看25元 NIC我看20元 還是大行說看25元 是嗎 差7% 是啊 神的 也是 真的 現在 這兩隻 這些股份 根本上是這麼厲害 中國神有 對 所以你問我自己 就算買什麼股份也好 買個量也好 你要自己晚上睡得 我懂機的時候 我不看那一刻 你應該要安心睡覺 嗯 嗯 老鋪黃金和的答 新股 老鋪黃金 我就 不是 Dixon 這樣的說法 新股呢 其實真的都不 如果你要 最主要就是業務要很獨特 你有這兩隻 老鋪黃金 我當 都是黃金相彎的股份 你說有沒有賣點 就真的好看 到去上市那天 或者這一兩天時間 金價 是不怎樣走法 嗯 但是那間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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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那些 出行的 類似是 那些 那些股份 這些又沒有賣點 但只不過 純粹你當 抽獎的 可能你說抽 買可能抽 十六八手 博總一兩手 博總一兩手 博他的股價 可能好像 一上市那一刻 慢慢爆上去 那些便要抽一點 嗯 總之你自己控制住馬 沒錯 控制住馬 不是抽一手也可以 純粹一手 一手 雷士而已 真的爆升便當是雷士 輸入不會輸入肉 因為真的沒有人知道 新股炒作是怎樣走法的 但少輸沒所謂 不是 是今天上市 還是今天抽 不是 今天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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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你說炒車 我以為已經上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考慮清楚 只用現金抽 也是 除非你很有信心才用孖子 沒錯 最慘的是怎樣 如果這個股市旺的時間 你要抽中的話 很難的 你孖子是不行的 是的 除非孖子也好 你抽的量一定不會多 可能是孖子、孔子 勁孖子也好 可能只有一兩手的貨 你那裏就算輸進入 也好 但如果現在市場 不是很旺的時間 再去買的話 一會兒抽成手都不會 是的 現在 升個股市場當然好 但現在是說不買的 對嗎 不要說跌什麼 跌一兩成 你都跌到另一件事 沒錯 所以不要 以前快手 剛剛上的年代 每個人都去銀行 狂孖子 現在不是的 現在的息太高了 因為以前的刺客營舊 是幾百倍 是的 一手都未必中到 那些孖子就值得 現在沒有什麼人 真的厲害 算了 不過你買不到這麼多隻 股份的東西 好 明天交情觀眾的電話 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兒小姐你好 Danny 我想請教你的高風險 20 我以前都買過 賺過錢 嗯 我呢 就想加一點點貨 那 後面什麼位置 他今天經常整股 後面什麼位置 買一些 指教一下 Janny 麻煩你 李小姐 李小姐 雙湯都沒什麼技巧可言 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你這樣 當短炒 那你都拿著眼睛 因為你問我這隻 其實我真的不建議 因為 你一向都知道 我喜歡看公司的 基本面 他真的 在我眼中是不行的 只不過 如果你真的很想買的話 你見他的股價 都是在這段時間 都是在一個範圍裡走的 你未駁這個位置 他有機會再衝上去 可能一個十秒半 即今天這個位置 你見他 希望有機會 可能再蒸幾格 幾格給你走 但是你下面的話 你見他一三半的位置 穿了都要走 其實如果你這一刻駁的話 你用回下面 當你三四格 你當是指示位 你上面可能看五六格 你當目標 那是可以的 但是 都要告訴他 再深強調 這一隻 我真的不建議 只不過你當短炒 你不肯衝的話 你自己 行爆風險 嗯嗯嗯嗯 好啊 好啊 多謝你 希望你有運 算了 NVIDIA 夜盤上升四個百分比 又有推動 是呀 148元 神經病 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一千五元 還沒拆 那樣東西 其實你說 就是這樣說法 他現在的市值 叫做全球最高 那麼 那麼 很多人會扭起我 就說 他憑什麼 憑什麼可以高過微軟 高過蘋果這些 那當然 你純粹說那個影響性 就是現在這一刻 可能你當蘋果已經是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每個人都知道 就是 Microsoft 就是PC 就是Office 就是Cloud 那些 那你蘋果有部 iPhone 就是這類產品 沒錯 這些全部 都是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厲害的東西 但是大家想想想 其實現在 當你說他們這些公司 他們是要搞AI的話 就是要研發AI的話 他們要靠什麼呢 就是要靠NVIDIA 所以 其實你說現在NVIDIA的影響力 是根本上 不是他們的公司 是根本上全球的大企業 其實你是要搞AI研發的話 你是不可以不靠它 另外 另外就是說 NVIDIA 又要靠誰呢 就是靠TSM 所以你如果想到這件事 想到通情條路的時間 其實你說 就是 大前提就是 AI這件事 之後的發展 是還保持得到的 如果這件事保持得到的時間 其實這個產業鏈 根本上你想想 你是遇到還是會 只會越來越強 沒有的 就是 再衰些這樣說 就是說 現在這一刻 假設NVIDIA 那些GP200也好 其實一些Summing也好 現在加價 加價 加價 你可以不用嗎 是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現實問題 等等 你Microsoft也好 你Apple也好 你加價的話 我可以不買 但是問題是 當它兩者加價的時間 你不能選擇 就是這個項目 你想想 那你去過市值 現在 那些GP到現在的位置 甚至乎 就是如果你再誇張一些 它能夠配合 那些市值 但是 它現在這些 你不得 就是你這件事 你不得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所以 隨便到有一刻的時間 你說 它現在不再獨家 已經不再壟斷了 那你沒有 那麼市值 大家便到時計算 但是當一件事 去壟斷的時間 其實你的股價 如果你的股價 你不是一個偏價的話 那基本上 我覺得是有得升 所以我都不特別 它 799 回落下去 296 295 你先看著它 好 A股呢 心承智呢 現在在低落 港股 我就是看到 它跌七十幾點 所以又看一看 上總之沒有什麼 狐心 都是低位 狐心都是低位 繼續看著 創業版指數 都是在低落 哎 A股真的很差 這個很差 北水在掃公巷 還在買 799 2.91 3底 看看你買不買到 對 我看看 我都會看一看它 看今天差一點 Hello KK Quark 節目快來收了 下次早一點 下午 下午還有一節 沒有錯 因為我放假 這節和大家聊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純純口粉 有同理家都沒有了 謝謝Sanley 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